新北市推動新北山海造林計畫 海洋造林珊瑚富裕 市長侯友宜在25日 與海洋保育署英國在台辦事處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共同宣示新北市海洋造林珊瑚富裕啟動 英國在台辦事處代表鄧元翰 也與市長共職象徵台英友宜的珊瑚 率先響應珊瑚富裕的推動 在這個山海計畫裡面 我們新北市不斷希望 保有沿海線滋美 與淨灘合作設 還有在多元海洋生態裡面 讓物異海洋生態能夠永續發展 所以也成立了海洋小學法 今天特別來栽執珊瑚珠 也就希望我們不斷的推動海洋造林 讓多元生物能夠長存在我們的海洋世界裡面 這是我們必須面對整個海洋生態多盡一份心力 鼓勵大家重視地球保育 無論是在綠地或海洋 為我們的後代自身打造一個綠色捷徑的未來 新北市政府結合產官學力量積極維護保育海洋生態 並與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合作執行珊瑚富裕 除了在新北市海洋資源富裕園區海底池培育了1275株的珊瑚 並於108年起辦理珊瑚小學堂海洋教育體驗課程 今年預計在供僚馬澳灣種植500株的珊瑚 拓展新北市海域珊瑚生態 因為整個地球在暖化嘛 所以說它珊瑚都會白熱化 然後我們的國立海洋大學的團隊 竟然有辦法把它複製 有辦法把它繁殖 然後繁殖好了以後 今天就我們的大家長 我們的侯市長帶隊 把活的珊瑚種植在我們的馬澳灣 這幾年新北市政府針對我們山林及海洋的保育 以及護育 盡了非常大的心力 然後尤其在海洋的一些魚種的培育方面 以及今天所舉辦的山域富裕 都有非常好的成績 那包括了漁會所投入的一些環保資工 還有複裂國校 小朋友從小對於海洋資源 以及保育的一些相關知識的培育 我們希望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將整個大環境以及大自然 能夠永續的保存 珊瑚礁生態為海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 由海中樂帶雨林之稱 涵養了許多海洋生物 期望透過海洋造林珊瑚富裕的行動 維護海洋生態 改善海洋環境及富裕海洋資源 記者李佳文共聊 採訪報導 記者李佳文共聊 記者李佳文共聊 記者李佳文共聊